暗黑寺的法師每次碰到屠夫難道只能等死嗎 學會這招法師也能輕鬆打屠夫 看到屠夫先上屏障然後找到法術可以穿透的障礙路邊繞邊打 就會發現有一個角度能讓屠夫乖乖乏戰 不過在打的時候要記得留屏障傳送或是無敵技能 因為屠夫站久了還是會放技能 別慌走位一波再繼續卡屠夫 這種方法能用在聖壇、監獄、柱子 但要小心有些惡夢揮迹的處罰條件 屠夫還是會把你玩死 就像這樣